俄美峰會在16號即將登場 雖然華府和克里姆林宮都指出 兩個大國領袖恢復接觸 對於全球穩定是相當重要 但是各界也都預期 這次會晤不會有太大的突破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兩個多月 就在電視節目中 指摘俄羅斯總統普京為殺手 拜登對普京的不滿 早在他還是美國副總統時 早已宣誌於口 拜登在2014年 接受美國紐約客訪問時說 他曾在2011年當面對普京說 我不認為你有靈魂 而普京也毫不客氣地微笑回應說 我們都認識對方底細 口水戰以外 拜登在今年4月 就以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 和發動網絡攻擊為由 驅逐10名俄外交官 並實施新一論對俄制裁 美國也企圖透過 向德國政府和企業施壓 迫使德國終止於俄羅斯的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 截至最近 美國又連番指控普京 包庇白俄羅斯逼降科技 以及拘控反對派人士納瓦爾尼 面對美國步步進逼 俄羅斯未有退讓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以堆積如山來形容 美俄之間存在的問題 外長拉夫羅夫同樣警告外界 不要對峰會抱有幻想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美國希望與俄羅斯構建可預建的 穩定的關係 但想透過一場峰會來達至這個目標 看來並不現實 或許正如俄羅斯科學院專家 羅格夫分析 美俄有可能在軍控和戰略穩定 等大方向上取得一些共識 但在談到撤銷制裁等實際問題 則未必會有進展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對峰會提供